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各位只要看到SP3本乘轨律 它一定代表了一个意义 它是立体状 只要是SP3本乘轨律 它就一定是立体状 所以钻石是立体状的 丸内它所有的碳的间接都是SP3 所以我们虽然画起来 好比说我们画起来丙顽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 所以当你用这个模型去组的时候 会组起来是一个扭曲的一个分子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分子结构下面 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面 最主要它会反映在物性上面 我们所谓的物性 因为丸内它原则上 它没有什么化学反应的一个状况 虽然说奖励上面告诉你说 它又会有自由基的一个取代 但是那种自由基的取代是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它的限制是相当多的 原则上 丸内它是一个非常饱和的一种化合物 所以说它不会有其他太组合自然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 好 那在物性上面就牵扯到一个 这叫熔点 这叫肺点 那熔点跟肺点之所以会拿出来做文章 是因为说在高中这个阶段 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引导各位 对于有机化学有一点点的认知如此难以致 因为丸内它既然是一个非常饱和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它就没有所谓其他的一个化性存在 那所以说大家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 废点比较简单 废点比较简单 第一个废点没有意外 所以只要是它的一个对称性好的一个东西 它的肺点就会高 这边牵扯到一个 在所有分子中间 它会有一个中间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引力存在 那是因为说它的原子核对于电子的一个蜥蜴 那你说那电子不是都在外面吗 那电子跟电子不是会有台式吗 它中间还是有静电跟负电中间的一个蜥蜴 那这种力呢 其实是非常的微弱 但是这种力 多多少少都会造成分子中间 在故性上面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力就称为凡德瓦尔力 那这种力很小很难去测 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物性上面去看 当它的如果说是相同的一个探数 如果说是丁丸来讲 跟易丁丸来讲 那这种就比较容易对称 对不对 那这种就比较不容易对称 所以比较容易对称的凡德瓦尔力就会高一点 因为它比较容易堆 那这种呢 比较不容易堆点 所以说它中间会卡的距离比较远 卡的距离比较远 它的凡德瓦尔力自然会比较小 所以 在肺底上面 这种比较对称的东西 会大于比较不对称的东西 这是相同的探数 相同的探数 那如果说是一个不同的探数 然后你说 甲丸 乙丸 引丸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那这种的引力 就会大于这种的引力 这种引力 会大于这样的引力 所以 在 整个的 肺底上面 它的探数越大 它的肺底就越高了 那 这种呢 是 比较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产生的 比较麻烦的是 熔点 熔点中间出现了一个例外 其实这个差异性很小 各位看熔点的图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 它的差异性 其实不大 其实不大 但是呢 问题就是说 它有那个差异性在 所以 我们就必须要给这些差异性 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不对 所以 当我们讲 它的熔点的时候 当我们讲它的熔点的时候 我们从实验上面得知 它的熔点是 甲丸位大于乙丸 乙丸位大于乙丸 乙丸位大于乙丸 但是实验素质出来 完完全全相反 所以 在这种状况下面 既然这个不成立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解释 这一个自然性的一个状况 那当我们这样去解释的时候 这边的就牵扯到一个 还是分子对称性的问题 那我们只能说 甲丸 它是绝对的对称 乙丸呢 它就有一个角度出来了 到了丙丸呢 它会有两个角度出来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每一个甲丸 它都是绝对的对称 所以 在对称的状况下面 它的堆叠就可以比较紧密 这是 这完完全全是用 结果 来解释原因 三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先有那个原因 再做出结果 不是 在化学上面很多时候 我们是从结果去 导出原因出来 然后这个原因呢 我们觉得说 可以招待的过去 OK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 一个说法 所以 在只有这三个东西 在熔顶上面是另外的 听清楚 只有这三个东西 所以 这边呢 这边呢 就变成四个探 这边就变成四个探 所以说 丁丸会大于甲丸 甲丸会大于乙丸 乙丸会大于丙丸 所以说 丸类 融点最低的是 丁丸 这就是一个例外 那 如果说我们是国中的话 例外是一定考 对不对 但是高中的例外 就不会考 因为大家都会 那考起来就有意思了 所以 这个只是说 告诉我们 在王类的悟性上面 出现了一个例外 如此而已 但是 废典 没有例外 只有融典 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外 这边就是 牵扯到 它分子中间的作用力 以及 它分子对称性的 一个问题 这是 丸类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 一个状况 我们上个礼拜讲 大概提到了 有关于 丸类的命名的问题 丸类的命名 最主要是 要找一个 主链 所以 当我们看一个 当我们看一个 丸类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能够把 主链定出来 这边都是 一 二 三 四 五 这边也是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这边 你怎么算 它最长的练 所谓的 主练就是 最长的练 最长练 五 这一个化合物 它都是五 对不对 你怎么算 算不出来 六 那好了 那五个就是最长练 那五个最长练的话 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去 对这个东西做命名 当我们要对这些东西做命名的时候 我们就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取代机的问题 当我们讲取代机的时候 三 四 一 五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中文字幕——YK 当它的取代机越来越长的时候 这个叫做甲机 这个叫做乙机 这个叫做顶机 这个叫做义顶机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当这个取代机越来越长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东西原先叫做甲丸 原先叫做与丸 原先叫做与丸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是与丸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说它是丸类的话 这边不管怎么转 它还是与丸 但是问题说它这个取代机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不一样 所以说当它的取代机越大的时候 它的复杂性就越大 好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那问题说当初出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命运的原则是什么 第一个 一二三四五 我们可以说是三乙鸡 对不对 可以这么讲 然后呢 也可以说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然后二甲鸡 三乙鸡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二甲鸡嘛 二甲鸡在这边嘛 对不对 蓝色的哦 一二是二甲鸡 对不对 然后三呢 是乙鸡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我们看红的 一二就是甲鸡 对不对 三呢 是乙鸡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希望 有一个原则就是 它的取代鸡越单纯越好 然后呢 取代鸡越小越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就变成说 二甲鸡 三乙鸡 然后一二三四 加一乙鸡 二甲鸡 三乙鸡 不完 而不会去讲说 三乙鸡 不完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要去做完美的命名的时候 第一个是主面的问题 你把最长面要找出来 第二个呢 如果说中间有取代鸡的话 那个取代鸡要尽可能的简单 三位应该可以比较放心的一点 在我们命名上面 顶多到乙鸡 就可能已经不得了 因为乙鸡已经有三个碳 那三个碳的话 如果说它放在头上的话 它就不可能有乙鸡出现 对不对 是不是 甚至乙鸡它放在头上 它也不可能有一乙鸡的出现 所以说通常来讲 到了两个碳 就是乙鸡的出现 就乙鸡足以去做这样玩美的一个命名 这是在有机化合物上面 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 就是取代机 那这种取代机 因着有各种不同的取代机 会导致它各种的命名 通通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们一看全是单件 在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知道它是玩美 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其他的东西 当我们讲到双剑 三剑 或者是说 有这个官人机的状况 或者是说 这中间加了一个本 这个命名的方式就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讲有机化合物的时候 是根据每一种东西去讨论它的命名 所以丸类的命名就是丸类的命名 西类的命名另外一套 缺类的命名是另外一套 等一下讲 环丸的命名又是另外一套 每一个化合物的命名 通通通不一样 没有说一个方式可以适用于所有有机化合物 所以含有机化学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必须要把那个名称叫得出来 那就已经 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好 主练最主要在丸类是找秘密 或者是说 吸类缺类 也都是找它的秘密 那像这种如果说加了一个 龟壳子在里面 那就比较跟主练没有关系 这是方向寺的一个秘密 我们到时候讲到的时候 我们另外再讲 好吗 下面要跟各位谈的是 关于环丸的东西 这边我为什么强调说 环丸虽然说 它跟吸类 和通式 是一样 但是呢 环丸是 保和经 最重要的一点 它等犯的见解语轨道形式是SP3 好了 当你看到SP3这个混成轨域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反映出来 它是平面还是立体 立体 当它是立体的时候 状况就比较多 所以 今天如果说是一个环柄丸 它每一个碳上面都会有两个氢 所以 它会有三个在上面的氢 三个在下面的氢 这是环柄丸 如果说丁丸 环丁丸 环柄丸 通常跟这个状况 原则上是一样的 原则上是一样的 但是今天 因为有取代机的一个状况 发生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一件事情 如果取代机在这个地方 跟取代机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不一样 一个在这个上面 一个在这个下面 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蛮想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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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在三度空间里面就是xyz的一个坐标轴 对不对 在这个坐标轴上面 当我们讲这样的所谓的义购物的时候 我大致跟各位说明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讲义购物的时候 会牵扯到这些东西 如果这边有一个坐标 以这个面为主 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请问他要做一个动作 叫做转的时候 他能够怎么转 这个东西可以怎么转 第一个 循环轴转 循环轴转 对不对 就这样转 那循环轴转的话 这个在上面 这个在下面 永远是上面跟下面的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你循x轴转 这样是翻 你怎么翻这两个位置 永远不会在一起 对不对 另外呢 你要循这个 z转转 也是一样 这两个位置永远都不会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 当我们讲义购物的时候 其实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分子 可以怎么转 好比说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秉丸 那秉丸的话 它是有三个不同 不同位置的轻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 这边就牵扯到一件事情 如果说是以这个轴来讲的话 这样去转它 这个轻会跟这个轻重复 这个轻会跟这个轻重复 既然是重复 那就是一样 懂这意思吗 所以说 我们小时候一定读过一个故事 说 家里有很多兄弟 然后呢 兄弟不和 结果呢 他们的 父亲呢 就叫那些人呢 把所有儿子找来 然后呢 就拿着一把筷子 去折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这个 这个预言故事 一根筷子容易折断 两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断 一把筷子就折断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桌面 可以怎么转 这个是D轴可以这样转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是X轴可以这样转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是Y轴可以这样转 对不对 但如果说 这个杯子在上面 然后有一个东西在下面 你从这个车上怎么转的话 他们的位置永远不会重复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 你的罐子就折断了 好 这两个东西在这个地方 看好 我如果说是 我如果说是 日中转的话 这个东西会不到什么 如果说是一个正方形会 正方形会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也可以转到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只要我们在化学上面说 只要能够位置能够重复 那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 甲丸或者说丙丸是这个东西 那它中间呢 是一个单件 这个东西是一个单件 这个单件的话 就可以直接转 对不对 它不需要靠轴转 它自己就可以转 当它自己这样转的时候 它这三个轻的位置 都可以全部重复 所以 当它有这样重复位置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 我们比较难去处理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旋转的 旋转的概念 好 那既然说 有旋转的概念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 一个东西在上面 一个东西在下面 就跟桌面一样 你怎么转 这两个东西 永远是相对的位置 对不对 如果它是X 手 就跟它那个 三角形下面的角落 就是这样转 那两个东西在上面 你说在哪一个 这一条线 对 这个是X 手的话 那它如果是 以另轴 另轴的中心转的话 它们两个东西 会这样 一个永远在上面 一个在永远在下面 你这个如果说 如果说是X 手这样转的话 你这样转 转过去 然后这个变上面 这个又变下面 对不对 所以它们两个会 互相交换 对啊 互相交换 但是互相交换 一样是 有一个在上面 有一个在下面 是不是 就像说 这个 你这个下面 有一个东西 你不管这个桌面 怎么转 一样是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那既然是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我们这种东西 就可以成为异购物 那这种东西 最主要产生的原因 就是 ST3滚尘鬼域 它是一个 力体重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在这边要跟 三位说明的是 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跟系列 就完完全不一样 虽然说 它的 检式 还完的检式 跟系列的检式 是完全一样 但是 在整个 立体 结构上面 完完全全部 所以 这边就牵扯到 有这样的 一个 易购物的一个产生 好 环丸 跟正丸 或练丸 在命名上面 它又不太一样 如果说是一个 环丁丸 它中间有一个取代机 会出现一个取代机 会出现一个取代机 然后呢 这边呢 也有一个取代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一 二 三 四 或者是说 一 二 三 四 四 在 如果说是在 环丸上面 有取代机 的时候 以取代机的 位置 开始算一 所以 环丸的命名 就比较麻烦 那如果说 中间还有一个双剑的话 它就更复杂了 所以 我们先不讲 双剑的 状况 等到西内的时候 我们再讲 光 单单是一个环丸 如果说 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是 一跟三 而不是说 这个 反正 不管是 你叫这边定一 或这边定一 都是 一跟三的问题 然后 这边是 一二的问题 而不是 一四的问题 我再讲一次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不会是 一二三四 了解这意思吗 一定是一二 而不是一四的问题 所以 这种命名 原则上 大家只是提出来 让各位知道 有机化合物的命名 不像有机化合物 那么样的单纯 如此而已 好 如此而已 我想 通常来讲 正式的一个考试里面 他不会要求你说 画出一个分子式来 然后叫你去决定 做的命名 如果说那个样的话 反而会比较单纯 各位看第十六页上面 在第十六页上面的范例八 这是九十四年学册的一个题目 所以 当你看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就请你同时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反应 好比说 他这边问的是肺 对不对 那就可以问有点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既然有最高 那就有最低 对不对 所以 这样一个题目 其实可以让你了解 它有四种题型的一个出法 是不是 肺点最高 肺点最低 融点最高 融点最低 就是四题就出来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学册的题目的时候 你就同时去做其他方面的准备 因为我们知道肺点比较单纯 那你只要把融点的例外记住以后 那其他都是先比碳的数目 然后相同的碳数 才去比他的一个对称性 我再讲一遍 先比碳的数目 然后 碳的数目如果说是一样 才去比他的对称性 我们看下面的练习题C跟D 这样的一种屏幕 就很容易在相关的考试里面出见 然后这样的屏幕 它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问法 好 C是说 因墨尔的正丸类 完全燃烧会用掉古墨尔的痒 那这个时候 这个化学室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一题你要去解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写出这样的一个化学室出来 这是正丸类的通识 对不对 是不是 它说 一墨尔的正丸类 就是一墨尔没有问题 要耗掉古墨尔的痒 然后呢 它会 因为正丸类燃烧 只有两样东西会产生 一个是二氧化碳 一个是水 然后呢 因为这边碳是N 所以说二氧化碳也是N 然后这边呢 氢是2N加2 2N加2 是不是等于2N加1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 这边为什么写N加1 是因为说 这边有一个2 对不对 看出来了吗 这个化学室有没有问题 好 看一下 可以哈 可以 可以哈 有没有问题 OK好 现在开始做这个文章 做雅的文章 就暂时把这个 拉掉 因为雅有一个数目之后 在这边是多少 对不对 这边是2n 对不对 是不是 这边呢 是n加1 对不对 这边是10 2 25是10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边是2n 然后这边是n加1 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9 对不对 1移过去就是9 然后n等于几 n等于3 当n等于3的时候 直接把3带到这边来 就是C3H8 了解这个意思吗 了解这个意思吗 好 我再讲的是 当他讲 提出这样的题目出来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会把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式写出来 用通式的方式去写 然后把所有的细数全部写出来 然后用这一个的系数 去做计算的开始 这样子把n 求出来以后 把它带回到原先的东西里面去 最后他的 这个化学式就出来 就是C3H8 OK 好 这是 C的一个题目 然后我们看B的那个题目 当我们看到B的题目的时候 他说 正丸所含氢的重量百分比是百分之十八 那正丸的分子氏为下列合者 所谓的正丸就是CNH2N加2 叫做正丸类 它一定会告诉你是正丸或者是环丸 了解这意思吗 好 然后氢是百分之十八的时候 这边就牵扯到是N个碳加上2N加2个七 然后除上2N加2个七等于0.18 这个式子就这样列 这个就是说氢的重量百分比在这一个化合物里面占了百分之十八 然后你把N去求出来以后 那这边就是把碳用12去带 氢用1去 氢用1去带 就是把它的原子量把它带进去 正式的考试 但是它一定会告诉你碳等于12 氢等于1 因为这是讲义 所以说上面就不写了 好 那个老师已经当各位都晓得了 好 正式的考试 即使是学册 它一样会这样写出来 好 你把它带进去以后就变成 上面是2N加2 或者是说2的N加1 下面是12N加上2的N加1 你可以把它变成 6N加N加1 乘以2 等于0.18 OK Anyway 你只要想办法把N解出来就好 其实这边就是加点几乎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原则上就不必帮各位解了 这样解出来以后 最后有一个问题 行为猜猜多少 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套 我耽误各位10秒钟 这边一定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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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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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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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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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